凶手是一个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定位的人 他为什么要连续杀人 他心理变态 他极端仇恨官员 心理变态应该算不上 凶手杀人用电棍击婚 再在心口插上一刀 干净利落 手法也不算残忍 更谈不上变态 或者是有某种邪恶癖好 极端仇恨官员嘛 如果是一个生活一穷二白 无牵无挂的人 才会冒枪毙的大罪 连续作案 以一个有经济和社会定位的人 不应该这么做 这样的人 不会去报复社会 即便报复社会 已经杀了一个副局长立威了 那么 还要接着再杀一个副局长 即使是仇视公安系统 关灵孝这个国土区的小执法队长什么事呢 没错 最大的可能 他一定是有丝绸 先是杀了李爱国 接着灵孝失踪 再者 张相平遇害 李爱国与张相平是同事 张相平与灵孝认识 李爱国与灵孝 没有半点瓜葛 什么人 会和这三个人同时有丝绸呢 难道 凶手是灵孝 他杀了人 自己躲了起来 可是 他与李爱国又是无怨无仇的呀 也或许 灵孝甚至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和李爱国结了仇 但他和张相平没有矛盾啊 在高洞的大脑里 这三个人的名字 写在三角形的顶点上 李爱国和灵孝没有连线 三个人中 只有张相平一个人 把他们两人全都关联了起来 突破口 应该是张相平 目击者看到 凶手在帮张相平检查轮胎 凶手和张相平相识 会是谁呢 重点 还是要掌握张相平案子的整个犯罪经过 张相平当晚 在半岛酒店打牌 离开半岛酒店是十二点二十几分 他的朋友证实 他离开时 是独自一个人开车的 监控也证实了 他在车里 至少副驾驶座上是没有人的 随后经过两公里车程 张相平进入凤溪路 在遇害地点停下车 右侧前后两个轮胎的扎胎钉 一定是他离开半岛酒店 到遇害地点中间开车压上去 扎进去的 凶手没有办法 在马路上放置扎胎钉 等着张相平的车子 前后两个轮胎刚好压上去 如果凶手 要在马路上这么做 一是凶手没办法 实现预测一辆车子轮胎的运行轨迹 二是 如果凶手放了多个扎胎钉 保证车子一定会压上 那就不会只扎到张相平一辆车 因为他手下在案发之后 专门拿扎胎钉 到各个修车店看过 都说是自制的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扎胎钉 而且 这几天 也没有遇到其他车子轮胎 被钉子扎爆的 高洞眼睛一亮 唯一的可能 当张相平把车子 停在半岛酒店下方的停车场时 被人在轮胎下面 放了扎胎钉 这样 张相平的车就必然会中招 没错 就是这样 接下来 该考虑凶手 为什么要放置扎胎钉了 这对杀害张相平的过程 有什么帮助呢 高洞思索了一下 没错 明天找一辆车子 亲自做一个实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